HELLO 各位 歡迎收看今天的影片 今天我們要帶來的是 ONE TEAM 打 MADE TEAM ONE TEAM 果然不負所有玩家的期待 果然是目前 GCS 最強的戰隊 然後真的是他們的 不管是BP 就是教練的BP 以及他們選手的操作 這個都真的是 不用講 那以 ONE TEAM 的角度來說 其實如果看他們很多場比賽 他們其實蠻依賴 倫倫的這個選手點位的開戰 然後娃娃這個部分 他們就會不停的往邊線來去做 就是支援的動作 就是 EONE TEAM 的打法 但是他們這個體系呢 就是 那個倫倫真的太凱瑞了 很常啊 他們真的是打不穿的一條路 然後他就是可以一直做出東西 那以今天的選角來說 他怎麼會有一隻阿茲卡 你看阿茲卡的正第一角色 他走響夜叉 然後對面選美娜 然後可以Counter 然後再第一方 然後再選一個超人叫阿茲 完蛋了 那個玉校教練笑了 這這邊選拉茲完全沒有問題 因為拉茲可以把那個超人給打下來 那他們現在夜叉跟超人不太確定 到底是走哪一條路 因為這兩隻角色都可以走雙邊 然後不知道他們會怎麼換 這個阿茲卡真的要 真的要確認耶 這個阿茲卡 沒關係我們等一下看就知道了 我想不到他到底有什麼打法可以用 好 沒聽這邊選了一個雅琳 雅琳也是可以打夜叉 沒有錯啦 但 那個要到中後期的時候 就是雅琳的 如果 因為雅琳打夜叉 這個這件事情好像是從 什麼時候開始 嗯 不知道好幾個季之前 有過 有過這種概念 但是我不確定 現在這一版的夜叉 因為現在這版的夜叉 他的那個 糖尚有點太高 就是他的棉尚 他二鍵的棉尚有點太高 我不太確認雅琳還可不可以打夜叉 這點就 先打一個問號 我不確定 我不確定現在這版可不可以 之前的版本是可以的 OK 好來 比賽正式開始 那萬天這邊呢 掉線掉一掉去 掉到最後呢是 超人跟夜叉 打一個雙邊 然後再選一個梳理 來去當推塔的角色 因為 他們沒有射手 好他們沒有射手 就是 偏難過啦 偏難過 那這邊呢 美娜沒有成功對到 那隻夜叉啦 就是 比較虧的一個地方 因為他們剛剛可能想說 這個夜叉要不是 跟超人要不是什麼 年輕人要不可能就是 什麼 輔助嗎 之類的 結果哇 他就是直接給他掉成雙邊 這沒有辦法 因為敵方就是可以一直扣著 一直扣著 然後到處掉來掉去 然後以今天中路的角度來說 那隻阿茲卡 一定不可能 直接怎麼順 沒錯 那個 就是 他沒有辦法直接順利的過來 那這個古龍戰 就是少一隻阿茲卡 沒有辦法 因為阿茲卡就是推斷 你看他自己是真地獎 噢 這個一閃 BOBO的一閃阿茲卡 可惜了 這個如果 有成功 就是他 他一閃有成功 只是如果他那個 被動有 GAT有推回去 哇 直接打一波 大破口了 然後那個龍也掉了 因為他們就可以一路 順勢這樣往下靠 可惜了 然後再來是雅蓮 也沒有對到 他剛剛 就是剛剛所說的 就是打那個 夜叉的這個點位 比較難受 然後呢 以今天的 兩分鐘的舞劍 就是以 這個什麼 職業人賽來說 當然 兩分鐘時的舞劍 最好的還是那一隻魔龍 質問就是 如果今天吃魔龍不舒服的話 那 吃凱撒也沒有差 然後 如果你今天吃逆風芳 可能寸風芳 今天下去吃魔龍 你也不一定 一定要想說 我一定要去增強什麼的 你也可以吃 就是 可能開那隻凱撒也可以 不用吃 就是以今天舒服的點位 來去做爭奪就行了 那龍這一波 交了我們 什麼叫做 瞬移超人 哇 真的沒 他 有沒有發現 他每一次 每一場比賽 他的那個瞬移 一叫出來 不管是什麼 諾可喜 什麼超人 只要是他一出來的時候 就是有一個人要死 哈哈哈 真的 他這 他的開陣 開陣真的是開得太漂亮 然後現在又掉線 然後 就掉線又掉過來 哇哩咧 這個 又讓這個啞鈴對到這個 超人 然後超人 現在就是 他根本就不用理他 就是 他可以一直清兵線啊 什麼 然後小心自己被gap 然後就趕快清兵線 然後就直接再去帶 直接再去 帶著隊友 然後開戰 只是我真的比較問號的是 為什麼會有一隻 阿茲卡會選出來 就是 蠻特別的 雖然阿茲卡在打 大團的這個 什麼 控制技能啊 就是整個團隊的效益是不錯 就是以今天路是打大團 然後他可以有效輸出的話 當然不錯 因為他就是範圍很大嘛 問題就是 他今天在轉線的過程中 基本上就是不停的會跑 一定會跑出那隻拉子 這是肯定的 因為那個拉子可以利用他手長的優勢 把他給揍 揍遠 然後你也沒有辦法來去做踩 L草的 就是這個L草本來就踩不進去啦 就是他 比較沒辦法 然後他就是要等他的隊友過來他旁邊 然後繞著他打 好的 這裡 Mating直接掉線掉上來 那這樣子就爽囉 然後夜叉成功掉到 對不對 然後 那個 雅連成功掉到下路來去打那個夜叉 但是夜叉又直接往中路走 他要往上路走了 兩個在中路交鋒 好 夜叉跟這個超人 直接又再試換線 哎呀 有沒有 他完全沒有被看張 那麼漂亮 然後這個中路就只有 那個什麼 中野斧 然後露頭 然後現在夜叉又再試 堆到了那個 斐尼克 那他也不用太怕 因為如果斐尼克在他身上可能跌印記的話 就再開個二技能就可以截掉了 完全沒有問題 因為看到這個傷害完全打不出來 沒有辦法 然後剛剛雅連 打那個超人我們剛剛講話就是 沒什麼 叫他應該是 他選的就是想要對那個夜叉 只是現在One Team的轉線 就是轉得太漂亮了 就是一直 那你摸不到頭緒 那當然你可能會想說 可是剛剛屬如我看到那個他往下走啊 什麼話 可是不是 因為我們現在看的是上帝視角 屬如現在講解的東西 全部都會以 我們今天沒有他的視角來去做講評 所以我才會剛剛說中路 剛剛就只有什麼 以今天May Team的角度 剛剛中路就只有中 府 也 有肉頭 所以他們的角度就是 哇我看不到人 這樣子 好來這邊 May Team再次做一個輪轉 掉線 這次成功掉到了 好中路往前壓 然後再轉下 OK 沒什麼問題 但是要有人上去幫一下 我們的雨中哥 不然雨中哥這邊很難受 可能要被做塔莎的一個跳起來 普攻二技能 然後再一技能 非常漂亮 這裡 配合哭哭的大絕 然後加二 哎唷 哇 那這邊阿茲卡來完了 沒有辦法 因為他就是一隻腳很短的角色 他可能要被BOBO做一個一閃嗎 沒有 這一個被動 一技能 大絕 沒有放出來 謝謝 大絕沒有放出來 好來 這邊又再次有沒有 又把這個超人拿去對 去對他 然後這邊 跟娃娃無情杯帶走 真的沒有辦法 因為他是一隻 心動有障礙的角色 直接無情化點 但是我真的蠻期望他們打會戰 我覺得打大團的時候 不管是怎麼夜叉綁起來有沒有 那個 配合那個 娃娃的那個 大絕 我那個那個 我跟你講 他們這個是有一個combo的 只要綁起來 然後 娃娃就直接灌進去 哇 那個人死定了 夜叉只要綁一個人 隨便 隨便一個人都可以 那個人就隨便他 控吧 控不控 那個 那個什麼 阿滋卡就變得很好玩 只是他那個在短線的過程中 一定會比較有 抓繃 就沒辦法 這波大團有沒有機會 茲卡 加油 丟蛋蛋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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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彈起來漂亮 刷蛇這個勾 有耶有耶有耶 我就是想要看到這種畫面 然後看到這個 茲卡 北起來 但是請各位先不要學習 人家這個是職業聯賽 人家是 再次強調他的隊友會幫他 你的牌位隊友不會理你 然後你的點鋒隊隊友不會理你 如果你學者 阿滋卡 肯定爆 肯定爆 請勿模仿 請勿模仿 八分鐘的龍被吃掉囉 他這一個 我看一下 BOBO這個插逼草 有點東西 哇 被看到的 這是被看到的 娃娃有看到他 還是他預判 哇他這個很準耶 他剛是沒有視野 直接把他預判起來 哇 再一個推 我們的推 然後配合 凱薰列叉的棒 哇 輪了直接二技的網後 把你給拍死了 什麼東西 啊他真的好強啊 他真的很強 他真的很強 他這次 不拿個什麼 什麼 最佳凱薩路 我覺得不行耶 你知道嗎 他應該要有一個 最佳凱薩路的強 我真的覺得他太強了 以這季的表現來說 就是 開戰就是如此的兇悍 然後他打會戰的細節也非常好 OK 然後他扛線更不用講 扛爆 OK 中路三隻看到人頭 他們直接往下靠 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這裡 感覺要趕快走喔 還要打嗎 會不會留住吧 哇 哇 這超人 什麼意思 這超人直接把整個 陣型給卡掉 他把第一瞬間的陣型破壞掉 然後沒聽被迫要走 因為1team的其他隊員 從後面跟過來了 被迫要走 因為畢竟還是倒 已經先倒了一個 那這就變成4打5啦 往後開 然後輕型交掉 這邊 這沒有兵線喔 有點尷尬喔 這個棒 有點尷尬 哇 二技能剛剛沒有了 有點尷尬 不過我現在蠻好奇的就是 我個人覺得 以分推來說 其實那個蘇里好像不太好分推 因為我剛看那個 雅玲的輸出是有點 爆高的 是有點爆高 然後現在斐尼克 來 而而的這一個 斐尼克 上路 無情推塔 他只要 他可不可以打贏這隻超人 好 超人沒有想要看他打 但是他應該會被留 超人應該會去留他 過來了 過來了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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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人被趕養了 超人也過來了 死了 阿貝 真的出事了 雖然好像剛剛 因為他阿傘好像沒有關到 但是對 所有人都要死 這兩隻都要死 喔 哈德 而且已經沒有復活了 因為已經12分鐘過後了 哇 有點亂掉了 炸裂頭蓋骨了 我跟你講 然後現在呢 這兩隻角色 哇 他們就慢慢把線往前推 然後等一下 在打高地的時候 那一個 那一個 殺人 他就是打什麼東西強 他就是 打陣地的時候很強 旁邊有塔 什麼或是攻塔的時候 他就很強 因為他就直接把大家 往前撸過去就對了 好 現在是有大的喔 現在在扣著 好 一技能開起來 丟個蛋蛋 其實因為上 上下兵線 第二波要過來了 然後剛剛那個中路兵線 是直接被順推掉了 看一下他們應該是要 應該是要 給個機會大絕交出去了吧 好 大絕交出去 不過菲尼克的清線速度 非常的優秀 先打一個葉開組 哎呀 中哥 沒有老 他剛剛是直接利用大絕在躲招了 有點漂亮 對方的手有點長 NK現在是有疊成刀 就是他的二技能是有疊成的 而且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這支夜叉在前期 他是直接出一個全坦 他是出一個全坦 就是他變成是一個功能型的 就是他負責綁人 然後我的隊友過來 然後來去灌輸出 就是他可以配合 不管是梳梨 或是那個殺人 都可以 好 現在是睡潮了 有人發現 確認 往前嗎 哦 沙澤開戰 非常漂亮 大絕推進來又是超人 完了 又出事了 哇 他們發現雅琳在上路露頭了 然後 超人就直接過來開了 哇 他好強啊 哦 因為他想要直接關 凝霜 寶珠 丹死 大絕 有沒有機會 哇 有耶 確認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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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點太秀了 這根本就是 欸這神仙打架 但是主堡要爆了 哎呦 哎呀 你可以直接無情推塔 哎呦 打得好耶 打得好耶 直接把零限制出去 在後面 最後那一波 那個上路 雙方的虎秀 哇 但是人幣已經被卡掉了 兵線卡住了 無話動 好看好看好看 我們恭喜先恭喜1team了 那這裡呢 就是1team會先進入到勝者主